應該這麼說,在禮拜一開始,我們有很多集結發起的 我們還會提出的,就是小學的活動 那是當時? 原本就預計,這會是一週的持續的長期的抗爭行動 一連串的行動,所以在這些行動當中 我們也不斷的會去聯繫各個公民團體跟學生社團 所以原本昨天晚上是要聯絡各個學生社團,然後來商量 那接下來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可以有什麼動作 但是在禮拜一的時候,張慶忠委員就非常 以一個非常踐踏台灣民主的方式 在30秒內就匆匆宣布,這樣子的服貿協議要被送入院會存查 那所以其實是在禮拜一的事情之後 也就激化了,包含昨天晚上的行動也好 包含昨天晚上的晚會也好,包含昨天晚上的群眾也好 其實這是台灣人民共同的憤怒 所以那時候計劃的時候大概有多少人去? 計劃,因為... 大概是幾個人決定這樣的事情 幾個人決定這樣的事情 因為其實有各個不同的學生團體跟公民團體的代表 當時大約有十幾個參與討論 但同時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行動能夠成功 不只是我參與的那一次會議 其實是同時有各個團體都有各自的行動跟訴求想要表達 那在我們知道這樣的訊息之後 我們就是開始聯繫 那也非常感謝各個團體 就是其實這是一次大家各個團體共同聯繫 那滿成功的串聯的一次行動 那時候走進來的時候有打算有攻到哪個地方 有決定是直接進到大院來嗎? 我們一開始就是想說 我們就是要進來這個議場 因為這會是台灣人民 應該是最能展現台灣人民名義的地方 這是台灣人民民主的基石 應該是在這裡 所有的決議會在這裡成為一個民意的展現成為法條 對 那所以議場就是一個最重要的精神象徵的地方 有做過最後一打算嗎? 有做過最後一打算就是在外面首頁 然後今天凌晨或今天早上再進來 對 但是我們不變的目標就是我們就是要進來 對 所以主要訴求是? 主要訴求是我們要求退回服貿條約 就是直接退回服貿 然後並且並不是只是退回 要再確定 要再成功建立起 或是立了適當對於兩岸簽署條約的法條之後 才能重啟服貿的談判 以及再談接下來 這樣子在一個有兩岸共通 平等而且有法 法原依據有民意基礎的一個條約簽署的平等狀態下 那這個服務貿易條約可以怎麼簽 對 服務貿易協議可以怎麼簽 這個是要先立了法條之後才能夠再去重啟簽署的事情 對 那異常內的衝突跟破壞也是你們的一期當中的嗎 異常內的衝突與破壞 因為其實在一進來的時候 然後當時跟警方有一些衝突 那也許會在這些衝突中就是有一些意外 對 畢竟是一個長期抗戰 那你們接下來你們有把握在裡面可以去撐這麼久的時間嗎 包含人力物力的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目前也正在與場外的各個團體聯繫 那我們應該會拉起 應該會確保裡面的人力跟物力都是足夠 而且可替換的狀態 現在有多少人來幫助你 比如說包含這些物資啊食物啊水啊 具體的數目我並不能夠給 但是例如像是在場外 從昨天凌晨半夜凌晨到現在 就是陸陸續續聚集的也有簽魚人這樣子 對 如果短時間沒有驅離的話 你們是不是期待佔領到禮拜五 還是禮拜六以後繼續佔領一下 呃 我們會 我們是一定會佔領到禮拜五 因為禮拜五有院會 對 那 基本上我們就是要求就是馬英九總統 馬先生承諾 或者是馬先生道歉 首先為他為這個直接簽署了這樣子的一個 福帽協議道歉 並且 呃 黃金平院長 願意跟我們下來對談 然後 承諾 並且 承諾退回福帽 對 這是我們最後目標 那我們 我們 我們 目前會堅持到星期五的院會 對 想問一下除了簽署的方式 跟最後送存茶的方式你們不滿以外 是 福帽本身 你們覺得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 福帽本身第一個 它簽署的過程並不公開 第二個 它影響的到底是哪些職業類別 到底它這六四大行業它相對應的 在台灣的職業是哪些 也並沒有讓 讓這些所有行業的從業人員了解到 這個福帽協議簽下去之後 會對自己的生計 對自己的生活 對自己的未來造成多大的影響 也沒有做產業評估 產業影響風險評估 那這些都無從 人民無從知道 也無從有依據得以判斷 到底他們要不要接受 這樣子的一個 會改變自己未來的協議的時候 政府就簽署了 那我們認為這從頭到尾 都是一個黑箱符貌 從頭到尾都是 都是對台灣民族的迫害 對 如果到禮拜五都沒有任何政府的回應的話 你們會有更激烈的動作 或者是你們會有什麼樣的動作 這個我們目前 我沒有辦法給你明確的答覆 對 小姐我用另外一個方式來問好了 很接下來就是說 你們那時候 預化的時候就是進到大院 那你們有想過說 其他人 或是你們不知道的人 在可能他進而破壞了 其他一些電子設備 或其他一些民眾的公用 對亂房抽屜 或是畫牆壁 那時候你們有預化到 還是這是你們沒辦法掌握的 其實我們一進來 就是我們就不斷的在 不斷的在宣傳跟不斷的在聲明 我們這是一場非暴力抗爭 我們就是要進來然後靜坐 並且發表自己對於這次行動 或是對於服貌的種種感想 跟為什麼我們要反對服貌 那對 的確這中間過程有發生一些 我們不預期發生的事情 對 請問一下 因為像是整個 我們現在看到表面上很容易復原 不過像是麥克風被折斷 它是一整套的電腦系統 那這一筆修復費用 我們打算自己買單 還是交由全民買單 這個修復費用 那我們 嗯 這麼說有點轉移話題 但是 呃 就如同政府簽了一個 需要全民買單 全民斷送全民未來的服貌一樣 我覺得我們這場行動 就是在表達我們 對於 呃 我們眼中的政府 它 應該要 接受人民怎麼樣子的檢視 怎麼樣子的一個 回應方式 怎麼樣子的一個 表達立場的方式 的展現 對 所以這一賽是你們表達意見的 一個手段是一個嗎 呃 您說破壞嗎 呃 沒有 我們 我們是一個肥暴力抗爭 對 我們 我們一進來之後 我們不斷的 不斷的 不斷的用麥克風 去 去 去 跟大家 呃 努力溝通這件事情 對 那你們進來之前有沒有跟他們說 不要帶煙啊 或是酒品之類的 酒精飲料 因為其實 其實 大家都成年人了 所以其實 呃 我們並不覺得 公民參與的行動 會需要去限制公民 他自己的 自由 權限的 各種行為 對 擔心 擔不擔心被算總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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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來講 現在狀況已經都發生了 那最後的結果 就算五天過去了 那結果 很 就是可能 呃 如果 購買單的話 就是你要你們來參單 然後甚至有 後來是後來算總帳 之類的 會不會擔心 你們想過這話 你們想過說 你們進來破壞了這些東西 接下來怎麼辦 誰要負責 我們接著會 會去更 仔細的去考慮到這些事情 但是 我們進來到現在 其實只有一個非常 單純 而且 直接的想法 我們就是要 退回服貿 我們就是要 以實際行動 來向政府 宣示我們 退回服貿的決心 對 好 謝謝 紅玉芬 草桃花